如果要抓 應該先抓陳維銘嘛 對不對 他全套的都有 那在台灣OK的 但是在美國 No OK 孩子們可能真的不懂 他才18歲 所以必須 我是覺得應該要給他機會的 但是現在因為 在美國這樣的一個氛圍裡面 誰都無法避免 在美國不要說你有拿傢伙 你只要跟同學 比如說同學 同學這樣都不行的 他可能不知道 我是希望就是說 那個李長宇博士有看到 由他來出面 來解釋一下 台灣的一個狀態